NBA官方正式宣布 骑士主帅小比克斯塔夫 由于在对阵 黄蜂的比赛中 对女裁判使用不当语言 被处以2万美元的罚款 联盟最新一期的常规赛MVP榜单出炉 约基奇 恩里德和姿姆哥仍旧排名前三 刚刚当选2月东部最佳球员的德洛赛 远居第四 莫兰特升至第五 在介绍已经结束的比赛之前 此于先带大家快速浏览几则NBA最新资讯 一 杜克大学传奇教练 麦克·沙舍夫斯基 主场谢幕战 平均票价已经达到了5307美元 老K教练在杜克职长率颖 长达42年 在NCAA执教时间 仅次于在雪城大学埋头 打拼了44年 田瓜安东尼的恩师伯英海姆 老K教练带领杜克大学 拿到5座NCAA奖杯 并曾三次率领美国南篮 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 两座世锦赛冠军 可谓功勋卓著著 由于NCAA球员流动性较大 很多优秀的球员 在大学里打一年就参加选秀去了 并且每年3月开始的64 枪淘汰赛 都是一场定输赢 偶然性极大 因此在NCAA夺冠 要比在NBA夺冠难得多 每个普通的美国家庭 都有自己支持的大学球队 NBA每年要为两场比赛 让出观赛时间 一场就是NFL超级晚 一场就是NCAA决赛 可见NCAA比赛在美国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老K教练计划在本赛季NCAA比赛后 光荣退休 像这种级别的教练 在大学执教 也能拿到将近千万美元的工资 放在当今的NBA里 薪资待遇仅次于波波维奇 和史蒂夫科尔 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NBA输送人才 至少离家境 工资还不低 这也是很多知名教练选择 在NCAA默默耕耘的原因 二 据记者邓恩拦机透露 联盟将3月10日雄鹿主场 对阵老鹰的全美直播计划取消 改成转播战绩 目前分别排在东西部 第一位的热祸与太阳这场比赛 不过届时保罗与布克 都有可能因伤缺席 比赛的观赏性 或将因此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 胡仁在过去8场比赛 有7场全美直播 只取得了其中一场比赛的胜利 一家人吃过晚饭 坐在沙发上一边吃水果 一边看全美直播 胡仁目前在防守端 所呈现出的 态度着实让许多球迷大倒未扣 三 被交易至独行侠的后卫丁薇迪 本赛季出场次数 已经达到50场 他也因此达到了 合同里的出场规定 获得了额外的150万美元奖金 话说 记得在抢救球员方面 还是有一手的 不但救活了波尔金吉斯 还把此前在七才半死不活的丁薇迪 也给激活了 原本独行侠打算在交易截止日前用 波尔金吉斯 交易猛龙的德拉继奇和小特伦特 不过猛龙管理层 拒绝放走越打越好的小特伦特 导致双方交易失败 东气奇因脚之扭伤 很有可能缺席独行侠主场 对阵国王的比赛 4.篮网因射手乔哈里斯赛季报销 将获得450万美元的保险补偿 据篮网总经理马克思透露 乔哈里斯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找寻 不用接受手术就能重返赛场的治疗方式 只可惜未能如愿 此于感觉篮网的队医还不如受医 当年雷维尔的伤病 愣是查不出原因 上赛季哈登的脚筋问题 阿尔德里奇的心脏病都检查不出来 这种水平的队医修塞期怕事 要送到太阳去培训一下再回来 欧文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自己是由上帝创造的 因此只有上帝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西蒙斯的被伤比蓝网管理层预想得要严重 有可能整个三月份都无法出站 大杀与奥尼尔在参加一档 节目时嘲讽西蒙斯·士诺夫 不敢去费城打客场 连接受76人球迷漫天虚声的勇气都没有 篮网目前面临的困境 单靠杜兰特付出是无法解决的 西蒙斯和欧文如果依然我心我素 篮网本赛季的争冠目标就是空谈 费城76人主场125比119 战胜了来访的骑士 取得五连胜 76人在比赛中一度落后21分 凭借着尼昂追分阶段的关键三分 以及恩彼得与哈登轮番贡献关键球 76人有惊无险地拿下比赛的胜利 马克西得到全队最高的33分 哈登和恩彼得也分别有25分和22分进仗 骑士是过去几场里防恩彼得 与哈登挡拆最好的球队 哈登基本没有空间挤进内线 当然 骑士为此也放空了76人的侧翼 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巨大的 骑士近来遭遇三连败 加兰本场比赛拿到26分19次助攻的大号两双 助攻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新高 奥科罗也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最高的22分 恩彼得即便是身背犯规 里福斯依然把他放在场上 骑士教练组不应该因为 遭遇犯规危机过度保护球员 莫布里虽然天赋异禀 但经验尚且 挡不住恩彼得和哈登的两路加工 场上被军训交学费 场下冷静学习 这些都是成长的方式之一 马卡罗宁和岳父两大哥必须留一个在场上 才能有效限制76人内外线的串联 东部焦点之战 熊鹿做客芝加哥118比112 艰难战胜公牛 姿母哥拿到34分16个篮板的大号两双数据 美中不足的是 丢掉了太多的罚球机会 可能是多次冲击内线影响了手感 霍勒迪和米德尔顿各有26分和22分进账 霍勒迪是熊鹿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 关键的第四截进攻端连得6分 防守端直接冻结德罗赞 熊鹿队一以及允许大洛佩斯 参加队内的5DS5对抗训练 即将迎来全员出战的威冕冠军熊鹿 仍旧是本赛季夺冠最大热门 公牛主帅多诺案本场比赛 将TT与汤普森安排进首发阵容 TT与汤普森赛前扬言要 照熊鹿的厄汉格雷森阿伦 为队友卡鲁所报仇 不过比赛的进程还是在裁判的掌控之中 双方均未有任何出格的举动 拉文和德罗赞分别拿到30分和29分 但德罗赞30投仅有11中的命中率 正负值20 公牛自然无法带走比赛胜利 虽然德罗赞近期表现相当抢眼 但本场比赛德罗得着实有些上头 非要强行一对一顶着打霍勒迪 是想象公牛球迷证明些什么吗 面对霍勒迪这样联盟顶尖的侧翼防守球员 只需要通过挡拆找错位就好 根本没必要顶着硬头 胡人客场21分输给快船后 不但本赛季双方四次交锋 全都输给对手 也让泰勒里卢在快船走马上任后 对胡人的战绩升至七胜零负 许多联盟内部人士希望已经四连败 即胡人能在阵容方面做出些许调整 让威少出任替补以解决球队存在的空间问题 然而胡人教练组与威少之间的沟通并不顺利 威少明确表态拒绝成为替补 让胡人管理层很是尴尬 农眉由于自带玻璃属性 目前在联盟中的交易价值低于以往任何时候 和夺冠那年相比 农眉的自主进攻已经完全没了 肉眼可见的退化和下滑 目前这只胡人最大的问题在防守端 农眉不在 内线失去互框屏障 詹姆斯为了尽快抓到411数据放弃防守 威少永远跟不住防守人 防守端千疮百孔的胡人本赛季最后20场比赛 有15场要面对目前东西部排名前10的球队 如果还是以目前的竞技状态 怕是连参加附加赛的门票都保不住 以上就是今天的NBA新闻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点赞并关注 谢谢大家